大家在關心會不會藍白河 藍白河 之前有一段時間 藍軍的群眾都很洩氣了 就沒機會了 後來又在這裡覺得說 搞不好有機會河 所以四季又起來了 到底會不會河 現在已經10月了 10月20日登記了 昨天我用電話跟金普松連線 在中廣的節目 金普松說 藍白河是朱立倫在談 黨主席對黨主席 也合理了 黨主席對黨主席談 所以是黨在談 意思說他沒談 不是他去談的 這是一個 另外他也駁斥傳言說 有人說他反對 他說我沒有反對 我也希望能夠看到 一拍即合的狀況 就時間到了 隨到取成就合了 你談得久 談得多 不僅能談成 有很多說時機到了 剛好大家都有需要 好 就談成了 意思是這樣子 至於說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說什麼國民黨什麼 挺著胸膛倒下去 他說藍軒訪問我 藍軒一直逼我 說到最後你侯友宜 如果民調都很低 200很低 你怎麼辦 他說如果一直起步來 最後就挺著胸膛倒下去 就倒下去 他不是講侯友宜 他說國民黨之後 挺著胸膛倒下去 倒下去有莊嚴的倒下去 但是他講他的目的就是希望 把侯友宜的民調拉上來 他說你拉散 你才有籌碼談 你如果沒有拉散 你怎麼有籌碼談 那時候亂成一團 競選總部裡面也是亂轟的 總部跟黨部之間也是亂轟的 金普通不管怎樣去 至少小刀出鞘 至少把這個情況穩住了 所以侯友宜 慢慢後來的表現 到美國等等都還不錯 就是你要情況穩 攘外必先安內 你內不安 怎麼去外面打仗 道理非常簡單 但是民眾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裡面都有一些人是反對和的 民眾黨也有反對和 他們特別把國親和 當時國親和 親民黨不見了 所以民眾黨絕對不能跟國民黨和 當然民眾黨也不見了 這是反對的 國民黨也有一種講法 我很早就聽到說和什麼和 我不和我還是第二大黨 對不對 我第二大黨 我有14個縣市長 有這麼多的立委 這次立委可能比上來還多一點 也許可以有四五十個 然後有三百 將近七八十個縣市議員 我不和我最大黨 一和萬一名字到柯文哲多厲害 三搞 兩搞 搞不好 國民黨被他吃掉了 他變成第二大黨了 他現在了不起 將來就是巴西不分區 有什麼了不起 我還這麼大黨 我跟他和什麼 國民黨不要以為都贊成和 也有人反對 兩黨都有一些人這樣反對 所以每天都堅持在放話 甚至在放話來阻擋 所以金普聰就說 我是期待能看到一拍即合的狀況發生 那他說我從來沒有放話說 侯惟於不當父的 沒有啊 那這個 他被點名了 金普聰被點名是藍白核的最大變數 他們一直講說 他不在就核了 他不在就核了 他就想說把他幹掉 然後就核了 他不在跟核不核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今天核不核 其實很多人在柯文哲的一念之間 柯文哲到底想核不想核 他到底覺得說 我一個人幹能不能贏 今天如果柯文哲說 我一個人幹能夠贏 他絕對不會跟你合 你不要說柯 我們任何人一個人幹能贏 我幹嘛跟你合 那一定是一個人幹不能贏 那不能贏 怎麼樣是對我有最大的好處 一定是想這個 柯文哲沒有那麼情緒性 怎麼發言 怎麼去死 那都是企劃 最後他還是會理性 我認為他會理性的判斷 另外金普通事說 有人故意挑撥讓核做破局 他就是 其實有人是不喜歡核的 包括國民黨裡也有些人 不想核的 他說努力變強才有談判的籌碼 所以他現在要努力變強 柯文哲昨天又講了 你們急什麼東西 我是急診室的醫生 通常最後30秒才做決定 亂講 我也不太懂 急診室都不做決定對不對 就看病人 最後30秒才決定 開刀 送開刀跑 還是不理他 什麼意思 最後30秒 老師 什麼意思 我覺得柯文哲 每次回到說 我是急重症醫師的時候 就是柯文哲對其他的角色 沒有信心了 就回到母親的子宮裡 回到他最在行的本業 然後還要呼嚨大家 說急重症醫師是 最後30秒在做決定 你亂講 你在騙外行的 你在呼嚨外行 一個急重症病人到了家急診室的話 那個醫生馬上第一件事情 就要check他的生命現象 就心啊肺啊肾臟啊大腦啊 到底還有幾分生命 然後該搶救什麼 然後繼續讓他活下去 那如果活了下去呢 最後送到樓上的家務病房了 那每天的決定都是持續性的 最後呢大概兩條路嘛 要活著回家 要死著去病理館 但是呢絕對不是最後30秒的決定 是無時無刻不再做不一樣的決定 那我告訴你 這個民眾黨跟國民黨之間 是不是水很深呢 我告訴你 一點水都沒有 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 是人家說難追你一座山 你們大概都有經驗 我跟你講 這兩個黨之間盒子一座山 重重山啊太多山了 我問過民眾黨這邊 你們認為藍白河怎麼樣 他說主力就在金曉東 所以國民黨這邊營造的這種傳言 在民眾到哪裡 印象深刻 我說哪有這件事 我聽到這種話 我嚇死了 我說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想辦法讓他們彼此 能不能有某種程度的認識 回到講柯文哲 你講對了 全在柯文哲的一念之間 可惜柯文哲的腦中雜念太多 何止一念啊 你想他出國之前 有四個不同的講法 可惜柯 這一個 第二個 他對戰略協會的講 阿拉伯華樂 這一定盒 然後陳志涵 陳志涵講什麼 比明掉 輸的退掉 然後最後一個科辦的總幹事 他說什麼盒 不是你們想像的盒子 是另外一個盒子 這個跟藍白河完全不一樣了 四個完全矛盾 而且不能相容的看法 到了美國 柯文哲來了 第五個想法 柯文哲在美國昨天的講法 是跟藍白河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又講到三黨不過半 我民眾黨要努力的 就關鍵少數 就是八喜 五變八 有人他其實是個 哪一個黨很清楚 如果你們不合 就是民進黨贏了 就賴清德贏了 賴清德也講 不但我要當選 我要國會過半 所以賴清德對你就有所求 因為你那八喜 要進來讓我過半 但是柯文哲就又補充了一句 很合理的 因為他第一次講到聯合內閣的時候 你有修理過他 你說那你這樣講 就是不是民眾黨 國民黨都一樣 你都可以和嗎 這個就對下架民進黨的意志力 那你自己的決心就不夠強了 昨天他證實你的講法 他說我不排除跟民進黨和 因為將來如果我們不和 民進黨贏了 那我的關鍵八喜 當然是跟民進黨和 所以如果他昨天講的話 算數 柯文哲下架民進黨的心 是沒有那麼強 大家都誤會了 他誰都可以和 狗和什麼都可以來 你知道嗎 他就是能夠讓民眾黨壯大 就可以了 但是他誤會了 五席的部分區立委 跟霸西區立委有什麼差 五席的話 國民黨幫個一票 這個吳星雲就當了招委 你變成霸西不是兩名招委嗎 兩名招委有什麼搞頭 對不對 所以很奇怪 所以柯文哲現在什麼心虛 還有心亂如麻 還有他曉得他的尖峰可能已過 可能再往下掉 所以他是一人政黨 他把整個黨背在他的肩膀上 他想說我怎麼辦 我的身價如何維持 我這個大姑娘終必要上花轎 嫁給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我不能相信 因為我周邊的人都跟我講 不能相信 如果這個國民黨 到底有多少誠意 沒有辦法傳達給民眾黨 民眾黨不曉得國民黨 到底是不是有誠信的政黨 這個如果沒有辦法把它打通的話 藍白河是有困難的 但是我告訴你我一直樂觀 最後一定藍白河 而且一定是侯哥輩 為什麼 我跟你講你覺得156 智商的人有那麼笨嗎 柯文哲心裡明白 我最後就是我再多的擔心 我再多的憂慮 我還是要嫁進那個大戶門家 我現在正在努力維持 我這個黨不再往下推 我跟你講 我要問陳志涵一句話 你一天到晚講說 比民調 蘇德恩推選 如果每一個禮拜 柯文哲掉2% 和這2%到侯耳營那邊 一個禮拜來回4% 再差4% 現在差 如果你相信美利島民調的話 是差差不多4.5% 4.5%再加4% 8.5%夠不夠 你還要比民調 你還要輸得退出嗎 這個根本就不是藍白河了 這個是藍白重新來一次 初選的民調 你講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柯文哲心裡 到底是失控 他的人馬 各種部門家是失控 還是這個是經過非常精緻的盤算 講出來的策略 我認為是有一點失控 好 我們先休息等一下聽聽張志豪 代表美事長怎麼講 我們休息一下